红毯待遇暴露明星咖位 张子怡同武京虎哥景博然等众多明星出席红毯时 张子怡拖在后面的长裙摆都不用自己问 几位男星就抢着整理 而另一位不知名演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只能自己整理 并且身旁的男星就站在一旁看着 丝毫没有要伸手帮忙的意思 同样关晓彤出席红毯时因为裙摆太大 旁边的男星全程紧张的弯腰提着裙摆 还被顺利的安排在C位 反观旁边的女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还被安排到最边缘的位置 佟丽娅出席活动拍了几张照片就着急离场 却被主持人连忙拉回来接受采访 佟丽娅也只能一脸无奈的继续营业 而相反中楚希在红毯上专心致志的凹造型 只是摄影师拍完后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离开 毒瘤动作还没收回的中楚希一脸无语 迪丽热巴出席某互动时能在台下裹得炎炎实施 而同公司的助续单可就没着待遇了 在同样天气寒冷的情况下 身上只披着单薄的披肩 最后还被工作人员直接拿走 助续单虽然一脸懵 但还是乖乖摆好造型 某女郎妮妮因为采访时太冷 一直抱着胳膊 甜语意识到之后立即脱下衣服给妮妮披上 而赵海英子在出席活动时动晕在红毯上 工作人员却过了好一会儿才出现 慢悠悠地将她抬下去 要是换一个大咖明星 他们可就不敢这么怠慢了吧 女明星为了蹭红毯能有多拼 李宇春在走嘎纳红毯时获得主办方清场的待遇 足以见得主办方对李宇春的重视 而景天在出席嘎纳红毯时 却被保安误以为是来蹭红毯的小网红 连番驱赶四五次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景天却依旧保持微笑 张雨琪身穿绿色长裙 本身就很吸睛 但张雨琪为了更抢劲 足足走了三分多钟才离开 中途飞闻八次 着手十五次 被工作人员驱赶两次才离场 而有些人走红毯却能让媒体一直挽留 龚立出场时主办方直接为他清场三分钟 让一众外国影星在龚立身后等待 将整条红毯留给龚立一个人 直播镜头更是给足了两分多钟 如此礼遇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但水源希子王立坤两人可就没着待遇了 故意逗留不说 两人在红毯上的蛇行走位 让导播都无奈的几次切换到外场 水源希子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个劲的摆造型转圈圈 并且这两人在经历了好几波人员流动 才勉强走完全程 足足九分钟的红毯记录 到现在都没人能打破 而想在红毯上出圈 除了各式各样的溜弯 假摔也是百用不腻的一招 比如18年的嘎娜 行小红借着惊天一摔 成了本届红毯的最大赢家 作为环球夫人的行小红登上嘎娜红毯时 先是在红毯上旁若无人的自拍 见没人理会 于是便在上台阶时 缓缓的摔到了 傲人身材好巧不巧的 完全展现在了镜头下 如此角度和时机很难不让人多想 哪怕事后行小红把锅甩到了高跟鞋身上 依旧改变不了 她在我们心中用假摔博眼球的印象 女明星红毯摔跤 哪一个比一个尴尬 如今各大活动现场 明星走红毯成了最大看点 有的直接现场凌乱随风自由的狂悟 有的丢戒指掉假发片 踩裙子 尴尬场面一个比一个精彩 室外红毯那就少不了摇风作怪 女明星在风中摇曳生姿 杨天真却被风吹成了摇摆的海草 并且当天这场盛典上的风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皮头发的女星 超模合遂直接从精致的美人鱼 垂成了电漫 周冬雨更是被头发整个儿糊裂 不过要说红毯上出过最多意外的莫过于红毯摔跤了 当他们踩着恨天高 穿着拖地长裙款款走来时 双腿便开始不听使唤 柳妍在出席某活动时 一起吊带碎花脸衣裙净显好身材 只不过在柳妍下台时 却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脚 直接给旁边的主持人摆了个早年 索性啊柳妍及时捂住胸口 这才避免了走光的风险 只不过孙飞飞就没这么好运了 在离场时被旁边的人踩住裙脚 直接在媒体面前大露春光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而像媒体行大理的还差点走光的 还有陈乔恩 当陈乔恩穿着一双恨天高参加活动时 原本想高贵优雅打个招呼 谁知道下一秒便双膝跪地 穿着短裙的她摔倒还没走光 不知道是该说她幸运还是倒霉 如果说摔跤是不可控制的尴尬 但有些人却能主动制造尴尬 内娱女星张丽就是那个人才 在没有自然风的情况下 她就在室内红毯手动造风 准备模仿一把玛丽莲梦鹿 结果一个潇洒养手 她当场玩脱了 扬起的动作太大 差点走光 没有风她也自动凌乱了 拱着腰夹着腿 就这样尴尬离场 看了这些女明星红毯的尴尬瞬间 你有没有觉得尴尬呢